我叫安德,一个极美貌于智慧余神的少年 自从50年前,人类差点被床族灭绝后 国际舰队就成立了一支童子军 专门培养像我一样的网瘾骚年 玩战争游戏是我们每天必修的课程之一 班里的家伙都玩不过我 但我必须时刻保持谦虚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装了监视器 主管在那看着呢 这天主管抽了风 竟然让医生把我的监视器取出来 太好了,终于可以爆发内心的小宇宙了 经常和我坐对的小胖子又过来找茬 还带着一堆兄弟壮胆 打群架是不可能打群架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群架 我挑战他跟我solo,他同意了 于是我抓起旁边的,这啥玩意啊 直接干翻了他 我让你皮,我让你再皮 他们都被我的举动吓坏了 我以为肯定要被开除了 干脆就回家找老姐寻求安慰 晚餐时候,老爸在一旁唉声叹气 搞得我都没胃口了 这时,主管带着少校来我家撑饭 他很高急,当时我都把小胖打倒了 为什么还要不断地踢他 这还要问吗,当然是因为爽啊 但是我清楚他们的游戏规则 于是撒谎说 这样他以后就不敢再欺负我了 主管很满意,说要给我升职加金 调去战斗学院 在新同学面前,他夸我聪明夸我帅 害我被大家独立 这样下去,还怎么当班里的小霸王 于是我灵机一动 当着大伙的面跟教官顶嘴 我知道这些小屁孩 最崇拜我这种胆大妄为的人 虽然法座服务中有点累 但是可以趁机展示我的美国翘腾 他们看我的眼神有了些许暧昧 让我菊花微微一紧 在课堂上 我又把当地花之秀的机会 让我的同学 就这样 他们开始把我当成兄弟 很多人跑过来 要加我好友 无聊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款新的游戏 我被迫在两杯酒中做选择 其中一杯是有毒的 可是 只有成年人才会选择 小孩子 只管打打杀杀 主管对我的做法很满意 把我调到了高年级的火系翼战队 学长们都一脸要别人我的样子 我表面上震定自若 内心实在慌得一批 好在阿卡丽对我挺友好 没办法 长得帅就是优势 队长妖哥 好像很嫉妒我的美貌 扬言不让我参加训练 哎 好在刻意时间 阿卡丽经常叫我打 强 嗯 感觉我又上了个段位 和别的战队队练时 妖哥说 我只会爱手爱脚送人头 命令我待在拳手里挂机 结果 他们却被对面打得 差点就失误痛 实在看不下去了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我开着挂 大摇大摆地冲进人群之中 虽然赢得了比赛 但妖哥更加针对我了 晚上在游戏里 我居然遇到了重组女王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我发誓 一定要打败重组 把她收入后攻团 后来 主管专门给我组建了一支新的队伍 还把阿卡丽调过来跟我拆遣 第一场仗 我们就对阵上了火星一战队 真是原家路战 怕他们输得太难看 主管还把另一支 队伍拨给妖哥 但是在我完美的战术之下 妖哥只能狠狠看着我们聂群 但我万万没想到 这会儿 真矮至穷还出不起 居然带人保 躲在澡堂间 我慌得一屁 感觉菊花又不保 于是使出老办法 挑衅他跟我solo 他以为真能打赢我 还真把两个小弟打发走了 那么接下来 看我用双脚 成就你的梦想 哎 闯后来 与其等着被开除 不如我主动提出退学更有面子 可主管舍不得我走 为了留住我 还魄力让我回家见姐姐一面 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回学校吧 主管又给我生了职 把我调到前线指挥基地 不但让50年前 击退重组舰队的大叔亲自指导我 还把阿卡利和以前的队友 都被调到这里来 一堆的无人机 供我们指挥 坏了都不用赔 不过最让人惊喜的是 还是阿卡利乘坐的那艘 外挂战舰 爆发高 且轻冰快 是当之无愧的团战神器 唯一的步骤就是 死地比较长 不过不怕 我不是乱甩技能的青铜王者 大叔弄了套虚拟系统 让我先体验下人机模式 老实说 我并没有把对面的电脑 放在心上 可没想 他们全都是无性火力模式 一顿操作猛如火 把我虐得差点下挂起 终于迎来了毕业考 主管安排我和大叔对战 当然 这也是在电脑模拟的环境中进行的 战场就设置在虫足母星附近 一堆的小兵围绕在他面前 他们太分散了 阿卡利没办法 一套技能就清掉所有小兵 于是我派出几架无人机 进一堆火力 虫子们逐渐聚集了快 这时再让阿卡利甩技能清兵 虫足母星就这样暴露了出来 他们的主力部队不得不出来应战 但这兵力实在太多了 我们有点抗不住啊 我当机立断 命令所有的无人机 保护阿卡利的战舰 至于其他废船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在无人机遁墙的保护下 阿卡利近身突破到 虫足母星的正前方 这时他大招的CD也已经好了 直接一套技能 将这颗星球移为了平地 哦耶 我们赢了 可这时主管却说 刚才不是演习 你们真的把虫足团灭了 我有点生气 那虫足女王为妃的幻想 就这样破灭了 不过晚上睡觉时 我又梦到了他 于是第二天 屁颠屁颠的 跑到虫足巢穴 果然发现他还没有死 但是看样子 好像也活不了多久了 尽快他留下了个后代 想必18年后 又是一只 风华绝带的虫足女王 于是我抛下了姐姐 抛下了阿卡利 和她一起浪迹天涯 我叫安德 我的故事被奥森斯科特 写成了小说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哦 我只能发现他 我只能发现他 还未发现他 我只能发现他 中共是否抗吁 那么多年 无论